2.21年度武林冯六家比赛第四赢 魏锐对阵刘薇 精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魏锐和刘薇的这场比赛已经开始了 这是魏锐亚洲挑战赛的第一场比赛 刘薇是第一个挑战者 这是比赛刚开局 我们还是要简单介绍一下两位 虽然很多的全民朋友都已经非常熟悉了 其实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刘薇吧 我们重点要重点介绍一下刘薇 因为刘薇对于武林峰这个擂台的观众来讲 还是有一些些的陌生的 因为他打我们的比赛不多 去年和郑军峰打过一场 当时是胜了 我们称他是默默无闻的拳王 其实刘薇也是出道已久了 他打拳已经有十几年 十七年 坚持了十七年了 只是在另外的赛事的平台上 对 其实和他这个同时代的很多很多拳手 其实有值得退役了 但他还是一直在坚持 就是与着这样的一个梦想 希望能够走到一个更高的高度吧 其实魏锐对刘薇的评价是实力大于能力 确实是这样 我们再来看魏锐 魏锐去年在武林峰拿到了一个这个六场比赛的胜利 拿到了超级王者战的这个超级王者 太突然了 看看还行不行 能不能 恢复过来 能不能恢复过来 不会吧 对 这个太冷了 这个是一个后视权太快了 因为我们知道刘薇之前确实是打拳击出城了 练了很多的这个肯定年的拳击 对 但没想到今天确实是在拳法上面有这样的一个表现 对 可没想到这个时候还在慢慢的去恢复当中 不要着急 冬天 好 回复过来了这个时候 对 你看 魏巍再控一控距离 再控一控 后屠权又没中了 他还是要调整一下 这个时候给我的感觉 魏睿还是速度稍微慢一些 好像还没有反应过来 对 这是魏睿的爱 也是特别的担心 第一回合 应该第一回合撑过去 应该是没有问题 有一点点时间的恢复 好 哎呦 惊心动魄的第一次 确实啊 这个后续拳太冷了 如果有半斤头回放一下 我们看一下 对对我要看一下 这个大家的第一个评论 这作为挑战者 刘威睿今天肯定是做足了 这样的一个准备了 对吧 就是这一拳 结结实实地打动下巴 但这一拳是非常的重啊 一直打动下巴 要公布 达兰威睹 在准备 上才是 modo 数军 但是 一拳 其实再有关键 策畔给你提示了一下 第二场比赛 我觉得作为这样水平的选手 他的攻防两端是非常平衡的 尤其是他的这种抗击打的能力 以及他的超强的恢复的这样能力 一定是非常突出的 好 韦瑞现在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 第二回合没问题 从都开始 当然一定要对于刘瑞的这样的一个拳法 要有一个充分的准备 然后刘瑞来说 第一回合拿到了这样的一个毒霸 在心理上面有一定的优势 是 所以千万不要小看韦瑞 因为他的绰号叫嚣刀 说不定 什么时候他的这个 就给你有一个致命的一击 对 对 好 看他能慢慢找的感觉 哦呦 刚才这个千百拳又打中卫瑞了 这个时候卫瑞是不是要把这个拳法稍微等一等 对 其实两位都可以想一想 因为注意力专注力在拳法上 对 可以试试 出其不意的拿点腿法 对 你看到卫瑞 现在也是把拳拿得很高 把下巴收得很低 对 做一个比较严谨的一个防守的这样的一个姿态 还是需要一点点时间来恢复一下 然后去再重新的组织进攻 对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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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刘威现在这样的一个战术 其实也是对的 对 拿到了一个毒霸也不用太着急啊 对 对 对 啊 把手抱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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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一直在防守 刘威说 你不跟我打拳 那你给我踢腿 但是你的腿很轻没问题的 哎呦怎么回事 我反应了我反应了 哎呦 戏剧性的一面就又出现了啊 刘威的这个腿的这个 出现反准了 看 我riages 黄祖 每人都夹 organization 加油 要进去了啊 我 fines了 留个挑卯 Now 就想跟身材 努力 这比较关键了 我们要屏住呼吸啊 千万不要扎眼镜 因为在这一回合说不定谁就把谁给KO了 对 其实会有意外发生 刘威的这个腿感觉不敢吃力啊 对 不敢沉重 这个位置还要持续她的这个低扫 刘威已经看透了这样的一个情形 是 是 因为很明显 攻击你的这个小腿 对 哦 又被踢了 这个挂上去了 刘威好棒 因为刚刚那个镜头能够看到 就是拉着这条腿在走的 好像那个腿没有走 哦 过去漂亮 对 你看会觉得特别聪明就是 你来打拳啊 你没问题 你打拳的时候 我同样去踢腿 对 同时去踢腿的话 哦 高扫 所以这就是腰刀啊 是啊 他在这个第一回合这种劣势的情况下 能够做出调整 对 还是有办法 对 办法比较多 因为有的时候运动员他没有交过手 对 我就再看你比赛的视频 就被提了 可真正交手是两个感觉 能够进展示下去 被反击了 觉得不错 终于带入到自己的制度的节奏当中去 对 找到了这个感觉了 这个时候找不到踢踢腿的距离了吗 还接着7啊 对啊 这场回合所剩的时间应该不多了 刘薇也不会给他距离了 因为我这条腿已经受到准处了 刘薇能不能逆风翻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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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留给裁判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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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晓松 我们施晓松看这场比赛 一直好像都没有说话 就说了一句话 对 对对对 看这个高手的比赛 跟之前的比赛 最大的不同的感受力 就啥 高手过招真是每一招 都是非常重要 至关重要 这些慢慢都没有想到 中间会出现那个叉子 那个腿间的 对对 然后我就看一直都在 顾及到这个腿 进攻就没有之前那么紧张 那么那么把握住这个节奏了 对 开始变节奏了 以是 对 他们两个真的 对 他们两个真的是 他说这个变节奏啊 变招数啊就是什么 就是狭路相逢勇者胜 勇者相逢智者胜 就看谁能够先变 是 我觉得我们看到了 魏瑞的这种变化 对 确实 但刘薇 确实他也想去改变 但是他确实是 皱伤了嘛 好 这是一场让人多么揪心的比赛 这是魏瑞亚洲挑战赛的首场 面临的挑战 那究竟结果会是怎样 说实话 现在我根本就没有打开看 慢慢打开吧 所有人都在等待 好 结果已经在我手上 我们来看 两位的比赛结果 一号裁判 二十八 比二十八 二号裁判 二十八 比二十八 三号裁判 二十八 比二十八 平局 加赛 一局 好 加载局 开始 哎呀 我要提刘薇捏把汗啊 这个 因为腿确实是 换架了现在 但是你换架的话 可能你很多的激战术动作 就不能再用了 尤其是你的拳法 还能不能发挥出来 这样的一个优势呢 啊 现在把这个受伤的腿 放在后腿上了 对 其实换架也不行 首先还要确保 然后 自己的这个腿 不要再受到对方的打击 是 第二个还是要发挥自己 拳法上面的优势 因为这你看 现在确实是 防住刘薇的这个拳 对 动起来 动起来 不着急 这行动有一些迟缓 但是魏睿 倒是这个刘薇这个 是不是可以 极体的这个扫腿啊 老是在拳法上面 这个魏睿已经摸清楚了 对 今天就是刘薇这个变化少了一些 也可能也是受限于 他的这个腿 可以被受到重创了 这一点 重心丢了哈 差点冲出这个 擂台之外了 对 太漂亮了 太漂亮了 太虚伤了 太虚伤了 就太虚伤了 来 哇 哦 也太紧张了 我们的解决都在全身贯注地看比赛了 你看那个这个运动员啊 他这个能够能够及时的改变 他的这个基战术丰富一些 的确是有好处的 你看在加载局刘薇这个不断的换架之后 其实魏锐打起来也没有刚刚 对 是 这个时候稍微有点被动了 哦 哦 博弈的拳奥上还记得还有有优势啊 你看 最后一点点时间了 谁获得战力 哦呦 感谢两位 给我们全体观众奉献的精彩 好 那最终的这场比赛 就要分出一个胜负 就要有一个结果了 我们来看看最终的结果 加赛局 一号裁判 十比九 二号裁判 十比九 三号裁判 十比九 比赛结果 有很多 五号裁判 锐